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范氏 欢迎来到惯例提前一个月的 新季度全资讯导师 一起来看看 经过10月的76部狂轰烂炸后 明年相对平淡的2024年1月新番 都有哪些好看的作品吧 首先续作方面 我心里危险的东西第二季 整体质量在近5年 都排在上号的高分恋爱番 主打男女主之间 从留意到在意 不断缩短距离的青涩拉扯 本次第二季基本维持圆班人马 令人安心 希望牛尾哥有新曲子 再带我们飞一次吧 龙与魔女0.8 酒宝带人时髦星座 龙与魔女的前传 0.8的意思就是 发生在1之前 上次的本片只有3集 根本不够看 所以这次的前传 只有一集更不够看了 奇异咸伴 黑色天使后半段 一部今年初的 其实我一直有在看 但实在没啥讨论度的原创番 明明有刺激的人设 但剧情太束手束脚了 你能不能学隔壁语色协议 来点大的呀 然后是两部打赢复活赛的 青之驱魔师 岛根起名劫射片 和通灵王Flowers 以本片麻仓叶的儿子 麻仓花为主角的 下世代续片 此外还有 复兴小子重制版 第2季 屋里摸发师马修 第2季 受火之王 第2季 至高之牌 第2季 月光下的异世界之旅 第2季 因为不是真正的伙伴 被逐出勇者队伍 第2季 若爵有期同学 第2季 欢迎来到 实力之上主义的教室 第3季 王者天下 第5季 暗之巨 第12季 和卡片战斗仙导者 第... 我也记不知道多少季了 接下来 星座环节 迷宫饭 顾名思义 在迷宫中 做饭的故事 讲述在地下城冒险时 将各路魔物 就地做成料理的 奇幻美食题材 但其故事 绝不局限于美食 更像是动物世界那样 对一整个 奇幻自然生态的刻画 其细节之丰富 逻辑之自洽 就像真的有这样一个世界一样 比如一只史莱姆 其实有这么丰富的解剖构造 蛇尾鸡的头 其实是蛇 鸡才是它的尾巴 成功叫出生的曼德拉草 就像给猪放血一样 味道会更好 自动磨相 身上的土壤 可以用来培育农作物 甚至还有 伪装成金币的宝虫 会在宝箱块附近产卵 让幼虫把宝箱块吃干净 这样冒险者 打开宝箱时 发现里面满满都是金币 这样乍离开贼阴间 但细细想来 好有想象力的设定 角色之间的人设和互动 也非常有趣 有时还借由打猎 吃饭 甚至上厕所 这样的生活小事 出非常有深度的人与自然命题 总体是一部想象力 趣味度 戏剧性都很强的作品 动画方面 则是由大名鼎鼎的班机社 托里嘎担任制作 TV表现 没得说 强者处处是惊喜 音乐则是负责过 《时空之轮》 《异毒之人》系列的作曲家 光田康典 奇幻史诗味 那叫一个镇 总之 优秀原作 加优秀制作 强强联合 堪称以一己之力 拉过了明年一月的寒金量 《我独自升级》 改编自韩国网文的奇幻战斗题材 假如开局最弱的男主 在某次任务中 意外获得了系统面板 会给他发各种任务 完成后能获得奖励 比如道具 装备 技能 经验 然后就疯狂升级 没错 就是大家熟悉的系统流爽文 但这部它真的很爽 那爽到什么地步呢 爽到我在准备素材的时候 逐于路过看了一眼 直接看入迷走不动道了 而动画版 由AE担任制作 并针对日本市场 进行了本土化修改 比如主角陈潇雨 改名成了水小巡 加上一口琉璃的霓虹弓 我安全变成了 Japanese Isega的形状 魔女野兽 将主角二人组 为了解开诅咒 四处猎杀魔女的魔幻战斗篇 真理风格比较邪道和怪奇 主角看似是娇小美少女 实则这是别人的身体 它真正的本体是被封印在棺材中的巨大猙獰野兽 所以这种CP你叫它BJ还是BL 好像都不大合适 原作画风相当华丽古典 但动画质量你基本就别指望了 我报一下这个公司今年的大作 慎者无双 堕灭之国 兵界魔术师 魔都精兵的奴隶 假如世界发生异变 出现怪物袭击人类 但很多女性也同时觉醒了对抗怪物的超能力 比如女主的能力 就是让男主当自己的奴隶 能短暂让男主变身假面骑士 但每次战斗完需要给予奖励 内容就是各种擦边福利 你们懂的 那如果指到这儿 这也只是一部随处可见的肉饭罢了 但本作最精髓的地方在于 它这个变身的契约是可以借给别人的 于是你就能看到 除了女主外的一大帮女同事 都能把男主借出去变身 这一下玩法就多了 十几种变身 几十种奖励 样式都不带虫的 那变到后面 都快忘了谁是女主了 腰带丧 对不起 已经回不去了 此外本作的战斗刻画也相当帅气 属于真正的变身的时候就好好战 奖励的时候就好好看 在两条赛道同时打出了风采 是我非常喜欢的漫画 但可惜这个动画质量一眼忌 心痛啊 我的山陈烈 同样主打奖励play的 还有憧憬成为魔法少女 像女主从小就想当魔法少女 某天终于碰到了吉祥物 结果却被变成了反派组织的邪恶女干部 每天的工作就是考打欺负魔法少女 但越看越觉得 诶 这样好像也不错哦 魔法少女的眼泪 死巴拉西 然后各种play的尺度就越来越大 什么打屁股啊 都是小儿科 甚至后来连魔法少女自己都觉得 诶 这样被欺负 好像死巴拉西 休假日的坏人先生 同样以反派组织的邪恶干部 为主角的反套路片 不过这部聚焦的是主角不上班 不用攻打地球时的普通假日生活 是带有玩梗要素的卖帅哥日常翻 愚蠢天使与恶魔共舞 说男主是一个 还来到人间招募有能知识加入恶魔军 结果想着的女主竟然是死对头天使 恶魔想让天使堕落 天使想让恶魔成佛 于是两人的恋爱头脑战就此展开 作者是上岸选手 各种擦边画面 那叫一个脸红心跳得心应手 剧情上前期喜剧拉扯 后期甜蜜唇爱 如此大的傲娇反差 自然是由丁弓李慧 并没有配女主 没错动画非常神奇 让丁弓老师用一个极其右太的身线 配男主的御解上司 我怎么听怎么违和 不过女主这边是左仓灵鹰的小恶魔鹰 所以也很值得期待就是了 公主大任拷问时间到 假如魔王军抓到公主之后 为了从她口中掏出军事机密 各种拷问上行的故事 不过内容非常健全 基本套路就是公主这边先 咕杀了我吧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然后反派这边掏出个蛋糕或者玩具 啊真香我什么都招 总之是类似在魔王城说完 那样的小品段子篇 左左目与文鸟小逼 将40岁单身大叔去宠物店 买到随风旅鸟当宠物 结果这个鸟竟然是异世界大贤者转世 他带着男主在异世界和现实间来回穿越 倒卖商品赚钱 男主这边甚至会思考 钱款的来源不明和税务问题 哇不愧是40岁社会人大叔 此外男主最想学的魔法是瞬间移动 这样就可以住在郊区便宜的房子里 还不妨碍上班通行了 哇不愧是40岁社会人大叔 当然最倒的还是 其实这不是一部单纯的意识解翻 后面很快有各种要素乱入 变成都市艺能大乱斗 什么超能力者 政府对异能者武装 魔法少女 女子中学生 最后一个是不是普通了点 哦是并交女中学生啊 那没事了 不愧是40岁社会人大 为在异世界抚摸毛茸茸而努力 说女主加班过老死 转生异世界 想要的能力是尽情抚摸毛茸茸 于是神就给了她 被各种动物和魔物 无条件喜爱的能力 最弱训兽师开启捡垃圾的旅途 说女主觉醒为训兽师 但心急是最弱的灵星 于是五岁就被家里赶出去荒野求生 八岁自学成才大猎为生 本质冒险治愈养女儿翻 事已愿为的不死冒险者 将低级冒险者男主在地下城 被龙吞食死后转生成亡灵族 这能叫转生吗 转死 总之一开始是幼年期古王骷髅兵 但是打倒其他怪就可以进化 比如长出肉就变成了食食鬼 治愈魔法的错误使用方法 奔赴战场的回复要员 将男主穿越到异世界 觉醒稀有的治疗属性 却被骑士团抓起做斯巴达训练 靠治疗魔法锻炼肌肉 成为物理治疗石马修 秒杀外挂太强了 异世界的家伙根本不是对手 将男主带着秒杀外挂 到异世界参加大乱斗 本里就是自念一词秒杀 想让谁死让谁死 还自带杀意感知 谁想杀自己也会无视条件 无视距离直接远成秒杀 看点就是对手很强 秒杀 秒杀 对手是龙傲天 秒杀 对手是萌妹子 还是秒杀 何等无慈悲 最强肉顿的迷宫攻略 拥有稀有技能学料9999的肉顿 被勇者队伍辞退 卧槽 退退流终于向主踢下手了 坦克爹你们都敢踢 剧情给的理由是 你这个防御踢 护盾只老是不停的掉 这很奇怪啊 于是我们找来了时下 最潮最爆的闪避踢来代替你 竟然好有道理 不过后面会告诉你 为什么男子的护盾只会不停掉 是因为他有隐藏技能 牺牲之盾 自动体全队承受伤害 我操这什么超级大敌 恶意千金 MV99 我是隐藏boss 但不是魔王 将女主被卡车撞死 转身成一女游戏世界的隐藏boss 等级轻松练到99级 魔王只配给他当洗脚毕业 剧情点中点 但女主是这类题材中 相对少见的五口黑肠植人设 外科医生爱丽丝 韩国原作的恶意流 有名女王的手术刀 将一世界女主被处以死刑后 转世到地球成为天才医生 然后又遭遇事故 转身回一世界16岁时的自己 历经两世磨练 这次决定医者人心 改变被处死的命运 轮回七次的恶意千金 在前敌国享受随心所欲的新婚生活 将女主被退婚后过上自由人生 但每次都会在20岁死去 一共经历了6次 期间当过商人 草药士 炼金术士 侍女 猎人 骑士 是什么技能都点了一遍的小六边形战士 而第七次轮回 他竟然被敌国王子求婚 注意看 这个男人正是六周末杀死他的人 本片台词包括并不限于 女人 你引起了我的注意力 少爷好久没这样笑过了 哼 你还有什么惊喜 是真不知道的 但是你如果能接受这些的话 其实他的剧情讲道理还蛮好看的 我看的精心有味 汗流浃背 易修罗 讲述16名能暴杀魔王的修罗强者 为了决出谁才是真正的最强 展开的大乱斗 可以参考圣杯战争 十二大战 那样的乱斗群将剧 也有点类似 周末女武神 那样先场外装逼 在擂台厮杀的锦标赛模式 每日名字前还都自带个称号词坠 什么六界 竞技 音斩 世界词 一眼忘过去装逼的不行 都继续爱好者狂喜 指尖相处 恋恋不舍 以龙亚人女主 《坠入爱河》为题材的少女漫画 有很多与听障人士相处的特殊桥段 比如打手语 读唇语 但故事本身并不沉重 世界观温暖包容 女主像小动物一样惹人怜爱 动画画的质量看起来也相当不错 战国妖狐 讲述狐妖和人类组成旧式姐弟 在日本战国时代打击怪物的奇幻战斗篇 水上物质原作 皮肥质量看着比货星公主那个惨遭动画画要好很多 北海道辣妹贼辣可爱 将东京男主转学到北海道结识当地辣妹的恋爱故事 百千家的妖怪王子 将女主在父母遗产的房子里和三个妖怪帅哥同居的故事 男主这个变身后的白狐形象 我感觉在一大堆片场见过 到了三十岁还是童真似乎会变成魔法师 将男主单身到三十岁真的学会了魔法读心术 然后就读出来自己的男同事 是一个男同 啊对这其实是一个BL片 婚戒物语 将男主到一世界被选为婚之勇者 为了保护公主必须立刻和他结婚 随后为了保护整个世界 必须立刻收起五个结婚戒指 也就是和五个公主结婚 我是要成为止怀王的男人 好的看到这儿 估计你对这个嫉妒已经有点绷不住了 但是不用担心 接下来我们最后介绍的原创动画们 还是很不错的 五部原创新作 无论题材还是阵容都相当值得期待 勇气爆发 Sidegames的原创激战企划 由亲儿子Sidegamepicture担任制作 机设相当帅气硬派且正常 让人感叹 原来机甲不一定非要长得那么奇形怪状 导演还是大张正极 对就是大张一刀流那个大张正极 碰之道 ORM制作的麻将原创动画 角色原案是春场 所以人设能看到很多五等分的影子 剧情上目前来看 应该不是天才麻将少女那样的竞技热血像 而更偏向旅游 蜗鱼的麻将类日常翻 画面中甚至出现了雀魂的影子 对就是那个雀魂 月刊妄想科学 一家专门制作超自然现象科学杂志的出版社为舞台 围绕个性迥厉的角色们展开的超自然科幻喜剧 导演弓鞋千赫曾负责过《银魂》后期一大半的剧集 《布奇奇利》 MAPA制作《内海红子》导演的双男主题材 剧情自称是不良少年差一千一夜这种意义不明的混搭 奇幻买热血高效啊 人生和总作间是佳佳美高号 对就是在游戏网中靠直译闻名的那位 不过要想对比较内海红子上一部原创无线滑板的乐子 目前来看不太可能 毕竟那次编剧是大和内老师 这次换成了水平更飘忽不定的暗本拙 实在令人担忧 希望正片能给我惊喜 而有意思的是 和内海红子制作无线滑板的骨头社 本季推出的却正好是一部双女主片 《Metalic Lugio》 未来世界观 将人造人女主在火星上猎杀敌人的科幻战斗题材 火星的魔女 音乐是负责血界战线的延祈太枕 所以有很强的爵士乐味 人设则是星际牛仔 血界战线的川原力号 编剧是在机械设定领域 很有建树的全才 出冤狱 反倒导演的履历比较一般 但好在放出的PV画面 亮大广宝看着很爽 希望这部骨头社25周年纪念作 能不负期待一飞冲天 好的 以上就是明年1月已公布的新翻资讯了 总体期待度相比10月 那确实是下降不少 反倒更像今年1月 是一个靠个别大作 比如迷宫范 撑住排面的平淡季度 所以我应该就不会出专门的TOP10 哪番视频了 咱们直接跳到中期吐槽吧 所以不要忘记关注饭氏的频道 觉得本期视频有帮助 也欢迎一键三连支持和转发一下 我们下期见